当爱情遇上计算器 练宗富二代的Money Love 是真实还是人设 引言 金风送爽的九月 恋爱综艺的热浪在度席卷而来 素人嘉宾们带着各自的故事和期待 在镜头前编织着浪漫的粉红泡泡 而今年 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几档热门练宗中 富二代群体的情感走向 他们的出现 为节目增添了一丝奢华和神秘 也引发了观众对于金钱与爱情永恒话题的热议 一 光影中的甜蜜负担 恋爱综艺与富二代标签 恋爱综艺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观察窗口 折射出当代年轻人的情感观念和生活方式 而富二代身份的加持 无意为节目增添了更多看点和话题性 观众们期待着窥探好门生活的一角 满足内心对于财富和爱情的幻想 节目组也深谙此道 通过精心剪辑和包装 将约会场景设置在高级餐厅 私人游艇 营造出梦幻般的氛围 满足大众的猎奇心理 富二代标签也为节目带来了天然的戏剧冲突 社会大众对于富二代群体 offen存在着刻板影响 认为他们灰金如土 感情淡薄 而节目中的富二代嘉宾们 则需要在镜头前努力撕掉标签 展现出真实 真诚的一面 才能赢得观众的认可和写爱 二 霸道总裁 二抠门少爷 当富二代遇上爱情的多样面孔 在近期热播的恋爱综艺心动的信号中 两位男嘉宾奥斯卡和彭高 就因为截然不同的金钱观 引发了观众的热烈讨论 奥斯卡 典型的高朗贵公子 一出场便凭借俊朗的外表和不凡的谈吐 吸引了众多目光 随着节目的推进 他在约会中的精打细算 却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一次约会中 奥斯卡选择了人均消费仅几十元的平价餐厅 甚至没有为女嘉宾准备鲜花 节目播出后 奥斯卡抠门的词条迅速登上热搜 网友们纷纷吐槽 这年头 富二代谈恋爱都这么抠门了吗 约会连花都不送 也太不走心了吧 与奥斯卡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另一位男嘉宾彭高 他热情开朗 出手阔绰 每次约会都精心准备礼物 为你嘉宾制造浪漫惊喜 为了给心仪的女生留下深刻的印象 彭高不仅包下了游乐场 还精心策划了一场浪漫的烟花表演 他细心体贴 会在约会前询问女生的喜好 准备和他们心仪的礼物 彭高在节目中的表现 颠覆了大众对于富二代的刻板印象 也收获了众多观众的好感 网友们纷纷留言表示 彭高才是真正的霸道总裁 有钱又浪漫 这样的男朋友谁不想要 三 真实乌尔人设 恋爱综艺背后的剧本与真心 奥斯卡和彭高截然不同的金钱观 引发了观众对于恋爱综艺真实性的质疑 一部分观众认为 恋爱综艺毕竟是节目 为了节目效果 嘉宾们或多或少都会进行表演 奥斯卡的抠门和彭高的浪漫 或许只是节目组为了制造话题而刻意安排的剧本 而另一部分观众则认为 金钱观是个人价值观的一部分 很难为了节目效果而刻意伪装 奥斯卡和彭高的行为 或许正是他们真实金钱观的体现 事实上 恋爱综艺作为一种娱乐节目 必然存在着剧本和剪辑的成分 节目组会根据嘉宾的性格特点和故事线 对节目内容进行设计和编排 以增强节目的可看性和话题性 这并不意味着恋爱综艺中的一切都是虚假的 嘉宾们在节目中展现出的情感和互动 即使经过了剪辑和包装 也依然能够反映出他们真实的性格特点和价值观 四 爱情的温度 金钱的刻度 当真心与面包相遇 奥斯卡和彭高的金钱观之争 也引发了观众对于金钱与爱情这一永恒话题的思考 在爱情中 金钱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是爱情的试金石 还是幸福的绊脚石 有人认为 金钱是爱情的基础 没有面包的爱情 注定无法长久 正如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所写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 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子 不是我爱你 我恨你 便是算了吧 你好嘛 对不起 而现实生活中柴米油盐酱醋茶 哪一样不需要金钱的支撑 也有人认为 金钱只是爱情的附属品 真爱可以战胜一切物质的诱惑 正如三毛所说 爱情 如果不落实到穿衣 吃饭 睡觉 数钱这些实实在在的生活中去 是不会长久的真正相爱的两个人 即使身处贫穷 也能够彼此扶持 共同创造幸福的生活 五 结语 用心感受 理性思考 在剧本与真心中寻找真爱 愿爱总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爱情的窗口 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 节目中的爱情故事 只是现实生活的一个缩影 在观看节目的我们应该保持理性的思考 不要被节目中的剧本和人设所迷惑 爱情是复杂而美好的 它可以是怦然心动的心跳 也可以是溪水长流的陪伴 在爱情的道路上 金钱可以是锦上添花 也可以是雪中送炭 但它永远无法替代真情 用心感受 理性思考 在剧本与真心中寻找属于自己的真爱 这才是恋爱综艺带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在当代情感观察类节目中 观众的热情往往集中在那些充满戏剧性的CP身上 奥斯卡与孙乐言的关系便是其中一个引发广泛讨论的焦点 他们的互动不仅揭示了个人情感的复杂性 也引发了对爱情表达方式的深入思考 奥斯卡的背景被认为是富二代 这一标签让他在观众心中拥有了某种特权 他在追求孙乐言的过程中展现出的消费态度 似乎并未符合大众对富有者的期待 相比之下 彭高的高消费行为显得更为吸引眼球 他的每一个细节都如同一场精心策划的表演 爱心早餐 花束 甚至烟花 这些都让人感受到他对乐言的用心 爱情的本质不仅仅在于物质的给予 奥斯卡的表现或许显得不够大方 但这是否意味着他对乐言的感情不过真诚 在许多人的眼中 物质与浪漫总是紧密相连 但情感的深度却往往难以用金钱来衡量 或许 奥斯卡在其他方面有着独特的魅力 而这些特质是孙乐言所欣赏的 值得注意的是 乐言在面对奥斯卡的冷淡时 展现出的坚持与努力同样引人关注 他为了迎合奥斯卡的喜好 努力展现出自己阳光开朗的一面 这不仅是对爱情的追求 更是对自我价值的探索 他的内心深处 是否也有着对被理解和认可的渴望 这一点 似乎在他的微笑背后隐藏着 清雅的出现则为这一情感关系 增添了更多的复杂性 他的低调与真实 使得观众对他与奥斯卡之间的互动 充满了猜测 清雅的白富美标签 并未使他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反而让他在情感的处理 尚显得更加理智 他能够在纷繁复杂的情感关系中 保持朗静与自我 这种能力在当今的情感 世界中显得尤为珍贵 在这一情感纠葛中 观众们不仅仅是在观看一档节目 更是在参与一场关于爱情 理解与成长的旅程 每个角色的选择 都在影响着他们的命运 在奥斯卡与乐岩之间 是否能够找到情感的平衡 两人能否超越物质的束缚 探索更深层次的情感连接 乐岩与彭高之间的互动 同样引人注目 彭高的细心与浪漫 是否能够打动乐岩的心 在这场情感的博弈中 谁能最终赢得胜利 成为观众心目中的真爱 这一切都充满了悬念与期待 随着节目的推进 观众们对奥斯卡与 孙乐岩的情感走向欲发关注 他们的互动 是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深 还是会因种种原因而变得疏远 这些问题不仅牵动着观众的心 也让人们对爱情的本质 产生了思考 每一个细节都可能成为关键 奥斯卡是否能够打破自己的消费观念 与乐岩进行更深入的交流 乐岩又是否能够理解奥斯卡的内心世界 找到两人之间的平衡点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情感世界里 观众们期待着看到 每个人在爱情中的成长与蛻变 无论是甜蜜还是苦涩 都是人生旅途中不可或缺的经历 希望每位观众都能从中获得启发 思考爱情的真谛与人际关系的复杂 请不吝点赞 启同 电视频